我觉得大家选出民进党 就是觉得说不会把台湾卖掉 可是我觉得很有诀辩 会开始担心民进党 会把台湾在台湾上把台湾卖掉 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一个观点 我没有说台湾卖 他没有这样讲 对 我说假设 我说其中一个揣测 因为我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担心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冯老师 他们的立场比较偏向说 因为你都没有好好的要谈的样子 或者是公开出来 或者是让人民知道说 你们现在准备到哪里 是 我觉得两位刚刚讲的 应该是蛮精准的 蛮恶药的 就是说我们心理上如果一转 我们不要担心谈判 我们为什么怕呢 我谈判哪里会输你呢 我们商业谈判也很多 他们竟然不会输 就算输我们也只是回复现状 对吧 如果不会输 我们就往前进一步了 我们也要有信心 所以这个谈判 如果两边接受 对我们好之外 对他们也是好事情 对世界也是好事情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听到谈判 现在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之前可能国民党提出的什么和平协议之类的 然后他说啊 马上一听到会翻桌嘛 然后中共又在那说他要一国两制 对然后又想到香港就啊 翻桌 所以要我们摆脱既定框架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中国做的太多不好的例子 或是他们不可信任 对 所以这方面确实他自己的责任 他要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没有办法说叫他听我们的 对吧 我们只能够说 刚刚讲那些谈判 我们如果第一个有共识 我们他们不会输的 那第二个就算是没有成功 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那第三个你刚刚讲要克服那一些 我们很快的反应就是说 那个都是被没有信任什么 我们就是倒过来讲 过去如果真的有谈判被欺骗了 那你要检讨过去为什么被欺骗了 我们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失 以前的失败经验现在可以拿来用 对吧 那重点是说我们整个如果调整 我们去想这个事情 我们就活了啦 那活了就是说李启明讲那些我们好言相向 我们表达同样的意思 可是我们不是让你感觉到我们在谩骂你 可是我们的领导人应该是都没有出来谩骂了 你所谓的谩骂是不是下面的媒体们 会变成什么 民意 所谓的敌大媒体 因为坦白讲 你要问我 我也不敢讲就是说 他有没有用那个谩骂那些字眼 对啊 因为蔡英文也是讲中华民国台湾嘛 对不对 但是至少社会整体的感觉是有那种 你觉得太抽中是不是 还一次跟他接触那一些事情 那甚至比如说公庙来往都会被讲成统战 那确实也有一些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用担心他统战嘛 为什么我们自己那么没信心呢 应该是我们统他们怎么会他统我们呢 可是这其实我觉得变成说 谁说都有理 我们可以说对我们对民族很有信心 可是我同样的对中国的金钱资本非常有信心 他们光是钱就可以砸死我们不知道多少人 但是 然后我们又有国家认同混乱的问题 对啊 我们国家认同应该没有问题的 满在台湾 满有问题吧 在说什么 就光是台湾未来要取手名字 你就可以炒翻天 那这样我问一下冯老师 那你反战宣言出来之后 你课堂上的学生会不会想要跟你争论 他们倒是因为我自己不太用social media 我没有手机嘛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外面 没有手机好屌哦 我不知道外面的一种激烈反应 我是人家告诉我才知道 那显然我们的同学 他跟大多数人一样都是用social media 他们知道了 所以他们上课当然就 会不会举手提问 会有反应 但反应因为我平常就在讲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并不会觉得说 我那个突然的表现 因为平常我在讲 他觉得你从一而终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你怎么把在课堂 对我们讲而已的东西 还对外面讲 对我意思是我平常就在讲 所以他们并不会觉得太突兀了 他不会觉得太突兀 他们这个时候当然有一个部分 当然可惜 可惜就是说 我们的同学并不是说太愿意 表达他们的意思 真的喔 也不太不是说 我以为现在大学生比较勇于表达了 至少我的那几个课堂上没有 那这个到底是因为我太凶 对啊 就是你太凶 大家不敢讲 我样子应该看起来不太凶 我不知道 还是你打分数打很凶 凶分数也不凶 只有说好 大家都欢迎问问题 可是会被二一喔 这个倒是另外有趣的 就是说反对支持我意见的人 会一面告诉我 他们不讲 他们不在课堂上讲 OK 那原因是不是他们感受到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气氛 我就不知道了 OK 但倒是没有反对的人 就是说告诉我 你没有在课堂上办辩论这样 那很难 那我们不想去强迫人家 好像都越讲这讲那个 可是我觉得东西就是越变越明白 变了就是思变啊 而且要去变那个对方的立场啊 赞成你讲的啊 可是同学怎么样的一个意愿 你没办法 我觉得意愿这种东西用考试 变考试 那不行啦 这个反而是变成一种 不然你如果问话 他有可能不讲话 这有可能 新闻系的同学 我想象应该已经是最有意愿讨论 我们这些议题了 不然还有什么系愿意这样 希望是这样 所以你刚刚的问题其实还算容易回答啦 因为我对其实反战宣言 一开始的想法完全就是说 哇靠 到底在攻杀小 对 然后会觉得说 那是怎么样 台湾就直接跪下来舔嘛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needra reaction一定是这样子 我相信 可是我刚听了以后就觉得 其实只是多开一个门 如果跟对方愿意谈的话 那我可以接受一点 没有我跟你说 因为我在网路上听了 几乎很多的反战宣言 不是都是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我最能接受 觉得可以交流的 因为凯莉一直跟我说 我一直说我想要找反战宣言的学者 或是理念的人来聊天 然后大家都想说 哇可以吗可以吗 我看了时候我就说 冯剑山老师可以 请相信我 是不是 因为很多很多我听了 我解压会飙高 哈哈哈 我不太抑微笑得 我这讨论你 不太这么多了 都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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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 都帮助我 我怕你 我去